今天要去還我這台租了三個月的特斯拉 為他沖最後一次的跌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三個月過得非常的快 今天要去還車 而且要換一台最近討論度也蠻高的車子 等一下去現場再跟大家分享 每次到了要換車 不免俗的要再跟大家再講一次 這個什麼是訂閱車 我已經講到快爛掉了 但是還是一直有人問我 如果你要持有一台車 你要付的成本非常高 很多有的沒的錢要付嘛 要繳稅金 這車子的攤體 折舊有的沒的 那有些人後來就改成用租的 可是租的大部分呢就是 不是長租就是短租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很喜歡常常換不同的車子 短租的成本又太高 那長租又是一次要簽一年到三年 所以不符合你使用 而且你也不需要說都開一樣的車子 因為有時候我比如說 這一次完以後 可能接下來就過年嘛 過年你想要開一個比較撐頭的車子 開回老家去給家人看看 我們是多成功呢是不是 就是不要讓家人擔心 這時候你就可以換一台比較撐頭的車 比如說它有冰室BMW 或者寶石捷都有 就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自己使用 需要 但是你又不想持有寶石捷或冰室太久 因為這些車子 你持有一年持有兩年那怎麼很高 我持有三個月可以吧 所以這個訂閱式租車就硬硬而升 那目前訂閱式租車 搞的最大的應該是 格上跟合運 但合運它基本也是一年 其實我不知道有沒有改了 但是之前是看是一年 所以我後來就是跟格上訂閱了 就是我是跟格上租的 他們這個是三個月 我覺得這個時間剛剛好恰到好處 而且它的價錢是根據這台車的車礦 還有它的使用里程 還有它的年份 去定義它每一台車的價格 租金跟里程的 每一公里的里程多少錢 所以老實說 如果你精算了以後 你會發現有一些人的使用 這樣子的成本是比買車 或者是租長租還便宜的 所以你可以去精算一下你的使用的 這個狀況 再來評估 你是不是要買車還是租車 那前陣子有一個網友 蠻有趣 這也是個案例 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在某個快速道路 其實那快速道路 本來它的速度很快 然後忽然之間可能有一段路 是橋樑還是什麼在公區 在做新的公式 就速限忽然降到40還是50 我不知道 它沒描述很清楚 但是反正我也有遇過類似的狀況 就明明快速道路上面速限是90 然後到前面忽然在施工 它忽然降到40 我們如果沒看到那個指標 你有可能繼續使用50的速度去 90的速度去跑 那你就會超速 超速它給你拍下來 拍下來不好意思 就是你時速只要超過某個速度 好像超過40還是50 超速40還是50 你就會被吊牌 吊牌還不是說吊牌 你要罰款 要罰好像罰1萬多 1萬2 然後還要去上課 然後你要被吊牌6個月 那這段時間 你不可能為了這個吊牌 再去買一台車 那你代步車怎麼辦 就有人私訊問我說 訂閱車可不可以租幾個月 問我一些訂閱車的細節 我說這是一個需求嗎 我們不鼓勵大家違規 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這個狀況 其實它也是一個 可以讓你這段時間 有代步工具的一個方法 大家可以自己考慮 自己去參考 那我 你就知道多熱 熱到剛剛攝影機當機 真的很誇張 最近真的很熱 然後我這又玻璃屋頂了 趕快去換車 換成正常沒有屋頂的車子 那我們實際到格上的土層換車 這個過程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最新的MGHz 我們就Let's go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LONBELL的一個評比 它是 到了到了 每三個月要來報到一次熟悉的地方 非常方便的一個取車地點 沒有油可以直接隔壁就可以加油了 我們先進去 首先先來檢查車子的部分 要先還車 要先檢查有沒有什麼傷痕 因為它這台車已經快四年了 21年的時候的年事的車 所以它本身本來一開始在焦的時候 就有一些小刮傷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仔細的檢查 而且這段時間 我還幫你們換了輪胎 貼了隔熱紙 它來的時候沒有隔熱紙 看起來應該是還好 接下來看一下登記一下里程 因為我講過很多次 因為隔上他們是大公司 所以他們在檢查的時候 不會刻意的去尿你一些小傷 因為你車子在路上行駛 難免會有一些石頭會彈到 所以就是 檢查不會像那些私人的租車公司 然後給你尿東尿西的 然後現在登記里程 我們等一下進去就可以計算一下 這一次到底開了多少里程 然後要付多少錢 還有e-tag的錢 檢查好了 它的鑰匙就是 我們現在把行照的部分 它的鑰匙是這個 它很特別喔 它用那個去開通你手機的鑰匙 那已經結算好了 我這次總共是開了4,6,5,9公里 三個月開了4,600多公里 那因為他們 我這一期的活動是送500公里的里程 所以擴完我還要 就是我總共開了3,759公里 所以還要刷2,3,4,5,6的金額 然後再加上e-tag 7,872塊 所以大概是25,000多 那我就直接先刷卡 因為它這個全部是線上作業 所以公司會發一個系統的簡訊來 然後我們就直接線上執行就好 不需 現場沒辦法收錢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那現在付款成功 我們就是正式把這一個 特斯拉的Model 3都解清了 現在鑰匙交給你們了 現在就是新的車子已經牽來這邊了 然後要有一個查驗的動作 MGH-S 很新耶 超新的耶 那應該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什麼 爐框也超新的 這台是新車吧 新車 最近很熱門喔 看一下 沒看到什麼刮痕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里程的部分 他們檢查的比我們還仔細 里程 現在里程多少 3899 3899 才3000多公里 然後油的部分也要登記 那到時候還車的時候 就是油位的部分 就是按照那個狀況去還車就可以 那我們接下來 查驗完沒問題以後 我們接下來就是簽約了 接下來就是新車的部分 我要簽約 那這一台車 因為它是國產車 所以它的月租費比較便宜 一萬多塊 18800 然後有一個 3000塊的保證金 這根據每一台車 狀況不一樣 3萬塊 3千塊 然後基本里程費是5.2 那每一次的活動不一樣 它有時候會送幾百公里給你 那就根據當時的活動的狀況 像上次是送五百公里 那等一下就看一下 這一次會送幾百公里 然後剛剛簽完約了 公司就會傳一個簡訊給你 那你就按照這個簡訊的指示 點到 就跟剛剛那個付款的流程是一樣 直接現在都線上付款 那一個月的月租費是18800 我們付三個月是5640 那確認付款 我們去信用卡 直接刷卡 付款完成 這個有些付款完成 總共付了五萬六千四 那接下來就是 車子就交給我 兩把鑰匙 MG 這個LOGO 質感也非常好 那我們就去換車 東西清完了 越來越少 租車了以後 車上的東西越來越少 只剩下這個 來 進來 超新的吧 酷耶 那 因為我是 已經是訂閱車的老客戶了 每三個月要來一次 所以我對於這個流程已經很熟悉 如果你還不了解 想要多了解一下訂閱車是什麼的 歡迎上隔上的官網 你就搜尋隔上訂閱車 就會有很多 很多資訊 或者是他就會跑出他們官網 直接上他的官網去看 這是最清楚的 剛剛我上他們官網看了一下 這一次的活動其實也還不錯 就訂車就送500公里的免費里程 那指定的車型 你可以上他官網看 直行李車型身分證只要符合字母的 再多送200公里 再送200公里 等於700公里 如果你這三個月 就是開一兩千公里 你再扣掉700公里 還蠻爽的 然後如果下訂Mobo 就送他原廠的精品 那如果下訂半年的話 他還送你原廠的路營 不是送 是抽 抽原廠的路營桌移組 原廠Mobo原廠應該都很貴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實際體驗這台車三個月 這三個月有什麼經驗或心得 我們都會分享在我們影片裡面喔 如果你對這台MG的HS有興趣 想多了解的歡迎關注 我們會邀請很多網友來體驗 然後分享他們的心得 我們今天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